原标题 为何别的县令级别为七品,而扶梁县令却为无品? 为何别的县令级别为七品,而扶梁县令却为无品? 扶梁古县城素有江南第一芽之称,古县城芽门是青道光源渐渐, 县保留有头门、夷门、衙门、大唐、二唐,布局错落有致,相连浑然一体。 衙门外的一株千年古树,虽年代久远,仍知凡夜貌。 县城内最引人注目的,当属建于南唐公元961年,有江西第一塔之称的千年古红塔。 该塔为七层楼格式建筑,塔系实属青砖结构,因建塔实施用石灰、糯米、红泥混合作江。 所以年代一九,红泥被风吹与林分化流出,将青砖染成了红砖,故而称红塔。 红塔由一对石石镇手,远远望去,显得格外巍峨。 浮粮古城建于唐元和十二年,公元817年,历经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朱朝,是历代浮粮县制所在。 在一九四九年以前,景德镇归浮粮县管辖。 众所周知,县令级别为七品,而浮粮县令却官居无品。 这是因为此地是唐代全国最大的茶叶集散地之一,是国家的重要税收来原地,因此,县关的级别,就自然不同于别处。 白居易在《琵琶行》中写道,商人重力清别离,钱月浮粮满茶去。 说的就是这个浮粮县,从宋代开始,景德镇瓷税数得巨大,元、明、清三代又在景德镇设立御谣厂,所以,浮粮县令一直官居无品。 浮粮县在东部村前的,是昌河的一条支流东河,这里曾是景德镇瓷叶的输却管道。 千百年来,东河水不停地为瓷豆运送着至瓷的,必须原料高陵土和松柴。 高陵,原来曾是景德镇致瓷原料瓷土的产地。 因而,此地的瓷土又称为高陵土,216年前,由英王乔治三世,派来给乾隆祝寿的特使马嘎尔尼,代表英王,向乾隆提出请求,请清朝政府援助英国建一座瓷器厂,并保障致瓷原料年土、高陵土和幼料的供应。 但,其请求未能补用,马嘎尔尼回国时,放弃走从东海出阳的原路,而是改进大运河,宿干江,走广州出海这样一条充满艰辛的路,目的就是一探景德镇的外销瓷路。 他在日记中写道,景德镇这是大清帝国最著名的主要瓷器产地,距我们的旅程并没有很大距离。 我们最好去拜访了这个世界著名的城镇,这是最称心如意的,但是,我们不能如愿。 与其同行的化学家吉兰在报告中写道,我是没有能够及时而幸运地去观察中国的瓷器生产,他们以前在欧洲是如此享有盛誉,以致直到现在,中国瓷器制造还是最优秀的。 他卓越而优秀的技艺,关键是瓷土和高领土的高纯度,还有绘画在瓷器上蓝色颜料的良好质量,景德镇瓷叶的新龙与宋式的南迁,经济文化中心的南夷有关,但更与当地盛产优质的制瓷原料高领土分不开。 在高领土被发现使用之前,景德镇制瓷一直用丹,依的瓷石为原料,丹宋以后,随着上层瓷石的逐渐枯竭,景德镇瓷叶面临原料危机。 元代,景德镇瓷宫在高领发现了一种新的,后来被称为高领土的优质制瓷原料。 高领土的被发现,使景德镇瓷叶出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景象。 不过,以上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。 今天我们看到的高领,已成了被封山的高领土遗址。 往日里车水马龙,熙熙嚷嚷的盛狂,早已离我们远去了。 本篇晚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